經過評選後 大中 三名 以及光武社區 分別獲得前三名 另外袍倫 吳沙 以及李美 則是獲得優等 鄉長賬得特別一頒發獎狀跟獎勵金 感謝這群志工為環境保護的貢獻與付出 所有的義工都非常盡心盡力 將我們的資源回收物整理得非常乾淨 那另外在我們的書面 整個整理上都非常的 非常用心 那這個部分也獲得我們環保局 所有的特命委員 留下一個非常好的印象 那我在這邊 我要感謝我們各社區 還有我們資源回收隊的隊長長起來 對我們整個社區的環境 以及資源回收物都整理得非常好 這對我們整個交溪的所有的資源回收的推動 都做得盡善盡美 那我們將我們的資源回收物 我們回饋到我們的整個社區 來應用 加回我們的所有的鄉民 而獲得首獎的大眾社區表示 未來要將環保回收觀念 落實到家戶當中 相對社區支收量會跟著減少 這才是根本的垃圾減量 物盡其用 持收量減少是因為從事教育之後 及輔導之後 居民的垃圾會減量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及我們的初衷 那我們不是說我們收了很多很多的量 就表示說成績會很好 應該是說環境變好 垃圾減量持收量減少 居民重複使用的機率更高 這才是我們支收小證的最終目標 而清潔隊長游秀美 更是盡心精力推動鄉內各項環保工作 成效顯著 所以獲得全國模範清潔隊長的殊榮 在這方面比較簡單 三百萬元在裡面 10名裡面 我在想說 應該是我們專性給你們 謝謝 環保做得好 直受小戰不可少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